為什麼紅的水果這麼貴? 大家聽不聽得懂? 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而香港人的團結 其實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我是Mira 上次《樂天馬克》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也看到有不少朋友說想看水果批發市場 我當然是有求必應 所以今天就打算準備和大家去 但是因為水果批發市場是開晚上 開凌晨的 所以現在 凌晨1點鐘 我就穿完羽絨 包到11時 打算現在帶大家一起出發 好了我們到了 競賣場 不是批發場 各位 很多橙 是不是橙? 不是洋蔥 好了各位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這個 水果競賣市場 差不多到時候就會開始競賣了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我們這裡已經不是首爾 我們是去荊基島 現在進來這個 其實類似香港油麻地 火蘭批發的概念 會看到很多水果 但是這裡很大 還在找路 但我們今天最終的目的地不是這裡 但是我們要經過這裡 要找找路 啊!有濟州到西拉風了 好棒 大組蕃茄 我說超好吃 超甜的 好可愛 好像在... 好像在... 哇!這個... 哇!這個也大 這個也大 這個超大 現在人們就在這裡做粒糞 準備一會兒競賣 看不見他們拿著紙拿著筆的 春黑人 五分鐘完了 然後車去第二處 Cita Billy現在賣光了 然後轉第二個水果 你看車搬了過來 哈哈哈哈 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哇!逃離了現場 剛才超誇張 好長 我怕錄不到音 所以我現在就出來說 整個競賣的過程 都是超快的速度 首先一開始 大家應該會看到 有一塊板 其實它會寫上什麼項目 每個競賣的人 其實是會有一個橙色的機 其實他們拿了一排 拿了一排才可以進來競賣 可能他們就早一點過來做個功課 就是看一下 因為他們買手其實是每天都會來的 所以基本上都會知道 哪一隻品種是大概多少價錢 就是可能昨天買不到 今天就一定要買到了 所以他們就會很緊張 他們的機制就是要出價 就是在這裡按價錢 但是如果你說同一個速度按到 那怎麼辦呢? 就是價高者得 那如果你說同一個價錢呢 就是看速度 一不就看速度 一不就看價錢 然後我看到大概剛才有三排貨 台上有MC 但其實原來台下都有一個MC 那它就會一路 競賣到哪一批貨的時候 它就會一路移動 所以你們會看到 剛才競賣的時候 那些人是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然後我那個人推我幾次 因為他們很緊張 自己買不到那隻貨 然後速度是很快 還有剛才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說的那些東西 在那裡 大家聽不聽得懂 我也聽不懂 其實他們那個 是會一炒熱氣氛 那當然中間也有放一些數字 或者號碼 太快了 可能你要專門做慣做熟的人 才會聽得懂 然後價高就可以 或者是速度快的 買了批貨之後 因為他們登記了 所以你會看到旁邊有些小車 馬上就剷起貨 送去剛才我說好像油麻地過欄的那個位置 去再分 或者是直接 如果有車的話 就會直接送上車 那現在其實是凌晨3點 就會直接送去首爾 或者送去其他地方 就是這樣 整個運作 好有趣 好 剛才在競賣場大概逗留了半個小時 但其實都是一直重複競賣 所以一直都是 可能大家本身會以為可以看到更多的畫面 但是 其實不是 他們就是這樣 因為競賣市場是比較做BtoB的 就不像是BtoC 你可以看到價錢 然後你去選貨 不是這樣的 跟東大門的批衣 完全不同 就是東大門的衣服 你可以摸一下 但是初過是不行的 大家應該最好奇就是價錢 剛才因為他們說話很快 然後箱子是完全沒有標價 其實我聽得不太清楚 然後也不太懂得看 因為我不是在行人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買手 但我剛剛上網找了一些價錢 看到他們也會有一個實時的報價 我剛剛去2點半 2點9的時候 我看到1公斤的士多啤梨是14000W 而2公斤一盒的士多啤梨是30000W 你計算是15000W 一公斤 所以今天士多啤梨1公斤 大概就是14000W 但因為每天來的水果質素都不一樣 價錢其實就會浮動 早幾天給大家看的 樂天馬克的士多啤梨價錢 零售價是1公斤24800W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零售價和競賣價 大概是差一倍價錢 我剛才去那個競賣市場 概念其實有點像 它是一個總批競賣的人 有機會都是批發商 或者是一些店舖的老闆 很多人覺得韓國梳果貴 可能是因為平時大家都有個認知 是蔬菜會比肉便宜 但是韓國呢 梳果的價錢和肉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韓國政府會保障農民的收入 可能沒有那麼年輕的觀眾朋友 會記得香港在2005年 曾經發生一個很大規模的示威集會 是因為世貿當時去了香港開會議 而韓國政府當時想把外國的大米流入韓國 國產的大米就會多了競爭力 所以韓農就很擔心 因而去了香港去示威 其實都可以明白 因為本身農民的職業流動性不高 除了做農務之外 其實他們真的未必可以找到另外一個職業可以做到的 在這個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計的時候 其實他們保護集會示威 其實他們都有做過更加極端的事 就是自焚 而在那次的社會活動裡面 都有開始上天這樣發放催淚彈 所以當被影響生計的時候 農民是不得不站在同一陣線 去團結去抗議政府 所以當這少數群組的利益被侵犯被剝削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站出來團結去對抗 大家都知道韓國人很重視情 其實就是這個團結 而韓國人的團結其實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其中一個呢 都可以說是當初韓國成為日本職民地的時候 算是韓國第一次被侵略領土 所以韓國人就更加是 站在同一陣線 就是全部窗口對外的 所以韓國人的團結 我們成為一體的力量 就是這樣慢慢去演化出來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韓國人很少吃到外國的水果 因為韓國以前很少進口水果 我們經常吃到的芒果 其實都是韓國人 好像是2000年才慢慢輸入韓國 榴槤這些在韓國是找不到新鮮的 現在比較好 現在可以訂到冷凍 有時候都會看到韓國Youtuber 開箱吃冷凍榴槤 看到他們試榴槤的藥 真的 看到他們吃榴槤好像要拿著命 但本來韓國也有一個口號叫做 本來這個口號是來自佛教的 但其實只要細心留意的話 你會看到身邊很多食物的紙盒 譬如是水果的盒 你都會看到新肚不移 而新肚不移為什麼呢 就是你的身體生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吃的東西 用的東西 都是這個地方做的 就會最合適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韓國農民 因為太多進行農產品 所以他們為了吸引國民 用回本土的產品 所以就會用生肚不移 來做一個宣傳口號 直到現在 都是一直廣泛使用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 為什麼韓國人 這麼喜歡用LG 這麼喜歡用Samsung 這麼喜歡吃韓牛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個 生肚不移的意識 已經潛在他們身體裡 其實可以看到 韓國其實是很保護 國民的 譬如我身為外國人 在這裡就很明確地 可以感受到 要拿到簽證 這件事有多難 或者是 香港馬來西亞 都很容易會請到 非用或者印用 但是在韓國 要請到這些外用 相對來說是很難 不是沒有 但是難度是很高 因為我媽媽是做僱傭中介 她之前在這裡問我 究竟韓國這個市場 有沒有得做呢 但因為韓國人本身 都是偏好用韓國人來做 譬如是做終點那些 所以外國人要在韓國工作 是難的 所以之前我媽問過很多錢 我也是幫不了手 單單這個韓國水果 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實背後 就是有很多這些原因 希望今天這個 超簡短的分享 就可以解答到大家 一直以來的疑問 其實我之前都好奇了很久 都問朋友 或者看資料 就會發覺 原來是有這樣的歷史 所以導致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學習一個國家的文化 其實挺有趣的 而且我也覺得 認識一個國家 其實也有需要去深入一點 去認識它裡面 其實是怎樣進行整件事 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只是會比較看到表面一點 所以接下來的片 其實我也會想 講多一點韓國的深入東西 所以希望各位對韓國有興趣 喜歡韓國的朋友 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對韓國有多一點的認識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然後想跟大家說 粉絲感謝祭的禮物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寄回香港了 但是台灣和馬來西亞那些 可能就要延遲一點 因為貨運的問題 好啊 就買了很多包裝紙回來 還有心意卡 現在就要準備大家的禮物了 我的相 然後準備了不同的相 確認了真的到貨之後 就會跟大家說 在哪裡可以拿到禮物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聽到這條片 都是代理旅遊 但我想過剛剛看照片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SD卡 壞了 所以我有些照片 應該是沒有了 我希望今天有時間 去補拍畫面 但是 因為我今天都真的有點忙 沒有時間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諒解 那好吧 我們明天再見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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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